好,国军第四季战备州在各作战区如火如荼的来实施 那么花莲县的部分呢 10月29号的上午在新城乡的康乐村 海滩实施了M113装甲运兵车反登陆作战 那么在村庄内装甲运兵车 卫装掩护实施模拟120公里 迫及炮,炮及敌人反制敌军进入村庄 集合命令敌军已经攻入村庄之内 M113装甲运兵车立即解除 卫装发动出击 被立刻用120公里迫及炮,炮及敌军 炮盘注意! 持着发脚16动动用炮! 持着发脚16动动用炮! 稍微把战施塔放出击 gatheriser 而在康乐村海滩的部分 模拟敌军连续周抢滩 躲在防风里的装甲运兵车 运送精锐部队在关键滩头防止敌军登陆 不过目前中国解放军所增加的 并不仅次于配备新型的电器登陆 还有两栖图形能力而已 因为随着军事科技的进步 立体化登陆能力早在世界各国不断的自力发展 新时代的作战能力 所谓的立体化登陆能力 是指登陆作战不再局限于利用两栖登陆键 放下登陆艇 而是以连续周波进行抢滩的传达方式 相反的现代化的登陆方式 大量利用航空器来协助作战 与运输机空头散兵活用直升机 即将步兵到守军的后方 以战斗机或武装攻击直升机 提供地面登陆部队密切空中资源 以气垫登陆艇或是开速出席艇 运送军队部队到关键地盘登陆 本部执行第四季战备任务信念月 战备周的任务 区分第一周限帝侦查 第二周突撞兵推 第三周限帝战术 本周第四周 采五天事业连续不坚弹的士兵演练 本次演练的科目主要是以各单位战斗间的战力防护 我们借由各单位的战术位置有效能够达成冰地家园有点准备 针对这个月来共军战绩老台让两岸情势紧张 自愿医的士官民对自己的战力相当于有把握以及保护台湾 当兵多久了 三年多 那最近两岸情势那么紧张会不会紧张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平时训练很扎实 借由本次的操演验收 本营弟兄的平日驻地训练非常扎实 面对随时可能敌军进犯的威胁 我们准备好了 而这次战术动机是首次实施 备受国防部以及入境高层的重视 选择备战舟进行 主要是希望避掉敏感性 也配合战备任务执行来提升战力 记得久不见 请不见